这是位于中国西部 麒麟山脉北路的大戈壁 金黄色的沙丘 以其柔美的线条轮廓 仿佛盆景一般 点缀在广阔寂寥的戈壁之上 给人一种苍凉中的温柔之感 站在戈壁滩上向南望去 白雪矮矮的奇连雪峰 如同童话般耸立在山岗阴韵的戈壁上空 在戈壁滩的边缘 生长着一些低矮的红柳或骆驼刺 这些植物都是骆驼的食物 因此这里时常可以看到野骆驼 戈壁滩是神奇的 戈壁滩有许多令人称奇的食物 我们在这片戈壁滩上 无意中发现了许多奇异的石头 这些戈壁奇石 以其色彩的丰富 艳丽和造型的奇异怪诞 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在旅游业日益发达的今天 荒漠原始景观地质旅游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项目 人们的审美情趣已扩展到许多领域 戈壁大漠的空旷 广阔 寂寥 静谧 原始 凄凉等氛围 如今都是人们审美体验的内容之一 而此时我们所在的戈壁滩 除了上述审美内容之外 又多了其实之趣 戈壁滩的原始景观 有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 历史镶嵌于无银的旷野 而每一块石头都在那里 不知已经沉睡了多少万年 瞧瞧这块石头 仿佛一把既抽象又巨象的小壶 细小的壶嘴上还叼着一朵小白花 如果告诉你这是风的作品 你会相信吗 但它确实是戈壁风的杰作 其实戈壁滩是一块未经人类涉足的原始大地 几乎每块石头上都铭刻着 关于时间的故事和风的身影 在如写的夕阳中 讲述着远古的童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